昨天我不是說香港每天都有荒誕劇上演嗎 我沒有說謊的 有時還是大製作團隊 做了這麼久的議員 馬鳳閣終於在昨天的記者會問了第一條對的問題 你說多荒誕 她的問題是這樣的 我問自己有沒有做得到作為議員的角色 她拿了紙巾出來抹眼淚 她本身是功能組別的議員 她代表的界別有體育、演藝、文化和出版界 她這句說話是在昨天的香港活動及演藝製作界 台前幕後大聯盟記者會說的 主要是想讓大家知道在疫情影響之下 業界真是民不聊生 無數次向政府提出建議、求助都是無功而回 馬議員還引述了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一句說話 希望得不到幫助的朋友 能夠識大體 但更荒誕的是在後頭 轉過頭晚上 在Facebook澄清 為自己的錯誤引述 張建宗言論 混淆了司長在不同媒界的訊息發佈 包括9月19日 司長在電台節目說 希望市民體諒 和20日 司長的網誌裏面提到 以大局為重 還和司長道歉 不好意思 我的言論對張建宗造成困擾 老實說 我一聽馬議員這樣說 我都不覺得 那句說話會是張建宗說的 司長做了官那麼多年 就算做不到事也好 說話也很少那麼刻薄 那次代表警隊就721事件 表示協議 才出事 但是今早馬鳳國議員 又跟我們說 他確認了 有官員說過 搞不定就申請中緩這句說話 他也承認了是來自高級官員 而官員所屬的範疇 就是勞工福利 如無意外 應該是羅志光局長 馬鳳國議員真是 豪式大體 他繞底 他說這句說話 是在討論社會保障網的時候所說的 其實說錯了話 而且在議政事稱 沒什麼荒誕 荒誕的地方就是 一個這麼資深的議員 不僅問問題有障礙 連表達自己也有障礙 在記者會流的眼淚 原來是基於自己 錯誤的記憶 唉 真是沒眼看 馬議員也挺搞笑的 他說如果不是這件疫情 根本不知道他代表的業界有那麼多從業員 我覺得 一點也不荒誕 因為我都算在這個業界打滾了超過30年 我都沒得投票 選我的功能組別代表 他當選又不是靠我們的票 他又怎會知道他代表的界別 有多少人在賺錢 其實他在代表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功能界別的代表有什麼功能 不是有 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狗不狗要代表官方 說一些官方想他們說的話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馬逢國議員 怎樣看警察 一夜之間改了他們的警察通例 以前在機制當中被認定為記者 從今天開始就再不是記者 這群人正正是他應該代表的界別中人 事源是這樣的 警方就說在大型公眾活動裡面 經常都發現有些自稱記者的人群 混入了當中 涉嫌阻礙警方工作 甚至是襲擊警務人員 增加了警察執法的困難 為了加強協助正常的採訪記者 和增加警務工作的透明性 想定一些新規則 方便那些真正的記者 能夠進入封鎖區裡面採訪 所以警方 就修改了警察通例 裡面傳媒代表的定義 不再承認香港記者協會 和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的會員證 只會承認已經登記政府新聞處 新聞發布系統的傳媒機構 又或者是國際認可及知名的 非本地的新聞通訊社 報章、雜誌、電台和電視 那就是 網上媒體記者 拜拜 學生記者 拜拜 自由新記者 拜拜 你們再不是記者 警察公共關係科 高級警司國家傳今早說 任何人 任何人都可以在公眾地方進行採訪 但是 如果警察拉起了封鎖線 就只有他們承認的記者 才可以在封鎖線裡面採訪 問題出在這裡 警方需要拉起封鎖線的時候 拉就拉 是不會有足夠的時間 讓他們不再承認是記者的記者離開的 那是怎樣 隨時會被警察 當作為參與非法集結 甚至是暴動的人 也就是說 隨時都會被拘捕和起訴的人 那就是叫現在 這群為我們提供了不少資訊的朋友 不要再出來採訪 這些非傳統主流媒介記者的工作 在過往是有很大貢獻 2019年11月11日 獨家拍攝到一名交通警 在西灣河 用實彈槍擊 21歲的男學生 正正是一位網上媒體 優品新聞的記者 近日 拍攝到12歲女童 被警員粗暴撲跌的片段 又正正是香港科技大學 電台學生記者 在社會角度來說 似乎是 多一個記者 多一個角度 絕對是好事 但現在這個新制度 相反 是少得一個記者 就少一個記者 為何會如此荒誕 我明白警方的憂慮 和他們面對的困難 我也不排除 可能有人會冒充記者阻礙他們的工作 但荒誕的位置就在這裏 如果警方是有困難 分辨不到真假記者的話 應該針對 怎樣有效辨認真假記者的問題 而不是把真假記者 歸納為 非記者類別 可以 郭家泉高級警司說 他們的安排是想與時並準 增加他們工作的透明度 我個人就覺得 剛剛是懂得其反 實在是和時代脫節 簡直是打到退 網上媒體已經成為現代人 一個重要的資訊來源 這樣做 如果不是有心想打壓傳媒 就真是可能頭腦過分簡單 看不到時代的需要 這個處理 有沒有違背基本法 新聞自由的保障 真是很值得商討 日後 會不會變成一個 好市民登記制度 現在科技這麼發達 犯罪的方法又這麼多 警方可能會越來越難 去分辨 誰是好人 誰是壞人 按照他們現時的邏輯 隨時會考慮建立一個制度 將所有的好人登記 其他不接受登記的 就是壞人 拘捕他就可以了 將來 我們就不再需要有警察了 我們只請一些 DQ主任就可以了